今天呢去干一个大事 尔湾的北边呢有座山 我一直都想绕过去看看山的那边是什么 然后今天呢我就绕过去了 就是土里的这座山 我是从北边这样绕过去的 而且我在山的那头还发现了一个 60多万的2000尺左右的全新的楼盘 大家看到了吗 我现在是在贴着这个山在走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快到了 现在就是到了下了高速了 然后继续的往前走 咱们看远处这个山 这个山的那边呢就是尔湾 从这边看呢跟尔湾那边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因为尔湾那边的山上都是盖的房子嘛 这边呢一个房子都没有特别的壮观 这个呢就是这个新楼盘小独栋 视频里呢这个是四房的 一进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客厅 还有厨房 一楼呢有一间卧室 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权位的 带一个小院子 这个地方的学区我也看过了啊 肯定不如尔湾了 但是呢它是加州前20%的 A级学区 所以还是OK的 这个地方呢其实华人并不多 但是呢它大概十四五分钟的地方 有一个九九大华超市 就是华人的那个超市 因为那个超市是很早很早就有的 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在这里啊 但是至少这边的生活还是蛮方便的 现在呢咱们上了二楼 就是这种折叠式的楼梯 上了二楼之后呢 咱们看这个洗衣房 还是蛮大的 里面还有柜子 而且这边呢还有一个客厅 这种户型其实就是最流行的设计了 一楼一个卧室 二楼呢就是还有额外的客厅 还有三间卧室 咱们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是主卧 蛮多大窗户的 采光很好 它这个位置出行呢 就是上这个十五号的高速嘛 所以呢你去尔湾的话 大概得半个小时 然后去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去Chino啊也是半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吧 这里的房子价钱呢 大概是尔湾的三分之一 而且呢这个比Chino还要便宜 这里的生活有华人的大华超市 还有这个十五号高速 但是就看你的工作圈是在哪里了 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